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次台湾自创品牌纳智杰 对韩国来讲当时韩国人生产HONDA 或是对日本人来讲当时他们生产Toyota 都是民族工业产业最重要的一大步 所以玉龙终于可以自创品牌纳智杰 并不只是玉龙的一个公司的小事情 过去玉龙曾经做过类似的梦想 但是台湾的市场太小 大多大家都只能够做行销代销汽车修理的工作 或者是汽车零件的工作 这一次与玉龙接下了母亲当年留下的经营团队跟棒子 他要让纳智杰从台湾走向中国大陆 走向中东走向全世界 最近玉龙成功的和中国大陆的陆器东风集团联手 将在杭州开始投产纳智杰 明年第一季的时候更将开始全面的 在中国大陆推出至少100个销售点 未来第二个阶段将有300个销售点 最终有400到500个销售点 可以说如果是我们台湾人 有一个汽车品牌属于台湾的梦想 终于在颜凯泰的手中 在大陆市场出现的时刻 我们终于完成了梦想 留着创造自主品牌汽车的DNA 这是颜凯泰的家族使命 我母亲在差不多30年前 做过这个菲林的事情 差不多20几年30年前 失败了 这个product 菲林这个product失败了 可是菲林这个研发的团队 事实上是得以保留下来 目前很多玉龙的主管 都是当年妈妈成立工程中心 留下来的主管 所以当年这个core的这个 这个R&D的人 人就是存在的 因为有他那个年代 他这批人留下来 才得以让我们有 继续create这个second dream 或许是出自 一元父母品牌梦的孝心 但这场战役 绝非来自颜凯泰的感性 而是玉龙50多年来的 一场硬仗 当许多人能怀疑 这只是他豁出去的豪赌时 Legend只去年亮相 仅推出两款车 累计订单已经破万 作为后花品牌 你必须要跟别人不一样 在前世纪这么多品牌 好像没有任何一个品牌 去谈到它是一部聪明的车 它是一部智慧的车 它是一部可以 不把车子当成一个 从A点假地移动到 乙地的移动工具 在这个移动的过程 它可以给它很多服务 给它很多讯息 这样一个聪明的车 好像全世界并没有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 台湾的资源又是在这一块最强 IT 所以我们就整合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平台 来开创一台所谓的定位车 智慧车 结合台湾IT产业优势 用奢华与智能行销品牌 Legend以产品差异化和高性价比 成功站稳台湾市场 也打进中东 中南美和东南亚 但颜凯泰的梦想 还不止于此 我们这个MPVSUV已经都是 这个车种的冠军了在台湾 那这是一个 That's a good sign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我们这个市场绝对不会设定在台湾 我们设定在台湾 中国大陆 以及全世界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研发 除了自己台湾以外 我们也是准备在杭州准备做生产 西湖边上的南山路 高档名车经销店比邻而居 秀得出杭州车市的商机 杭州是一个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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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好的一个市场 就是比较 比较富裕的城市 比较富裕的一个城市 浙江省本身 也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省 本身它就有将近 一百多万辆一年的销售量 浙江 所以我们当时选在浙江 浙江的话 你说沿海 离上海也比较近 也是一个相当相当不错的一个 观光的城市 所以我们觉得那边 对我们起步是还蛮不错的一个地方 杭州成了Legend 进军大陆的基地 豫龙和大陆东风汽车 成立合资公司 在萧山的临江工业区 设立年产十二万辆的汽车生产线 预计明年第一季正式投产上市 狭带在台湾的成功经验 Legend大张旗鼓展开经销网的布局 第一个阶段是只要的都会区 所以大概在今年底 明年Q1 大概会有接近100家个店 第二阶段就是大概 我们投放四款车之后 会再布第二波的店 那时大概就会到300个店 以现在国际品牌在大陆布店 最终是布到4到500个店 它的销售量一般来讲 就是在50万台以下 大陆才是严凯泰真正的战场 在它逐步实现父母未了遗愿同时 豫荣汽车两个月来的股价翻了一番 而选择在杭州设厂 除了看准车市 还有配合大陆政策的因素 芳心关押的电动车 在大陆12-5规划期间 成为重要产业 而在20个试点市场化的城市里 杭州给的政策最为优惠 它虽有20个试点 但是最积极的是杭州 因为等于它对电池的补贴 北京政府是给6万块人民币 杭州市政府再给6万块人民币 等于12万人民币 等于是60万台币 第二个 你买电动车的消费者 他送一个充电座到的价 第三个 他提供3年或是6万公里的充电免费 由政府来附带 Leggene虽然是后发品牌 但一开始就投入电动车生产 而且是继双逼后 全球电动车先驱 美国ACP的第三个合作伙伴 在整合台湾在电动整车 零组件 雏能 碳相关 及社区能源等五大产业后 第一部电动车 直接挑战大型车款 展现在技术上的自信 你开车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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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开车 好 开车 严凯泰开车 带着我们试诚 有别于各大车厂仅限于展示 Leggene将电动车的研发成果公开 以更成熟的技术 立抗大陆对本土车厂的保护 像我们现在这么大型的MPV SUV 大概都有两吨 包含电子放上去的两吨以上的重量 然后我们可以让它临到100 加速可以在10秒以内 目前全世界还没有这样一个技术 所以我们是切入一个 目前还没有人经营的一个方向 就像我们在做契约车 我要做智慧车 我们做电动车 别人是从city car 小车开始做 我们是从大车开始做 如果大陆才是主战场 那么Leggene电动车 将是严凯泰手中最重要的筹码 相比20年前 吴顺文研发飞龄 工程中心只有300人 严凯泰坐电动车 人力接近2000 他踏上当年父母工业报国的梦想之路 接掌玉龙一手催生的Leggene 以更好的起飞高度 开创另一片蓝海